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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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母亲节我们也特别加码有母亲节感恩抽 所以呢届时母亲节请大家消费 然后登陆发票就可以参与这个感恩抽 我们也准备了包括了元气的座椅 能量座椅还有总奖金55万元的相关丰富的产品 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消费 另外2023Let's Go台北消费欢乐抽活动 还推出在特约店家消费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 周周抽黄金 学生加码抽Apple系列 及市民专属加码抽家电等 欢迎各县市民众踊跃到台北市游玩 一边消费享受欢乐时光 一边参加抽奖 也许下一个大奖幸运儿就是您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欢乐斯生坡疗愈乐团带来植物连结生坡玉 要动的乐音结合植物绿域氛围 为台北艺术节启售记者会揭开序幕 在台北艺术中心董事长刘若瑜 与今年台北艺术节策展人 临人中共同商议下 以万物运动为主题 思考在后疫情时代 如何跳脱人类本位主义 从万物的角度来看 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今年是正式的台北艺术节 在法人的成立之后要对外 那我们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首先要找到 我们对于这个场馆 想要去跟大家对话的 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就觉得是 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 所以在跟人中我们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这次的台北艺术节 就整体邀请艺术家们 以生态为主题 我们面临的各个环节 不管是植物的音乐会 或者是我们讨论的海洋的问题 或者是人与人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从这个万物运动 然后找到人跟万物之间 如何我们能够重新看 和人类的定位跟所谓我们万物之间的关系 而从万物一起运动的角度来探讨 我们跟生态的环境的关系 在节目前身上其实 台北艺术节一直以来 我们的形式跟风格 和表演的一种参与的方式 是都是非常多元的 那这一次其实除了有太阳与海这一件 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作品 来到亚洲唯一一站的首演在北京中心之外 其实我们这一次也邀请艺术家 用非常创意的方式去善用剧场 和非剧场的各种不同角落 包括我们的顶楼花园第一次开放 所以在表演形式上 包含了观众也可能只是坐在剧场里面看 也有可能他是游走式参与式的 甚至是像展览式的在经验 这一些跟生态有关的表演的思考 基本上我们觉得先从在今年的艺术节 我们也就点题我们对于生态的这个环境的关系 那当然根深蒂固的希望台北表演中心 它能够自己本身就发展成一个所谓的绿剧场 那如何在相对的一个时间准备过程当中 慢慢逐年的也完成所谓的零排探这样子一个脚步 那所以在软体上面 我觉得几乎每一年这个题目都逃不了 也就是它一定会相关 那但是当然在艺术节的一个 就是逐步的一个转变当中 也会有不同的关切进来 但是这个题目应该它是人类现在最关切的 是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和洛宇节的一个对话交流之下 我们其实是希望把台北艺术节 重新打造成它不只是一个活动式的艺术节 它更是一种运动和生活文化运动式的一种艺术节 像植物音乐会我们提出的一种翻转人类观点 它其实就是希望邀请观众在惊艳了这个表演 或者是透过艺术节的策展和体验的参与之后 我们都能够反思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 为我们身边的其他的有灵万物做出一些改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倡议之下 台北艺术节未来几年 其实我们都会在环绕着在生态的关注 但就像洛宇杰说的我们每一年侧重的强调角度 跟邀请观众进来的视角会不同 文化局长蔡世平表示 台北艺术节多年来一方面促成国内艺文团队跨领域的创新作品 一方面引进国际展演节目 以建立相当重要的品牌价值 是每年夏天台北表演艺术的盛世 开场的表演就非常让大家惊艳 开场的表演就非常让大家惊艳 这个是台北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记得我在议会教育委员会咨询的第一天 我介绍我们的北邑的两位迷心 然后介绍北流的董事长黄玉玲的时候 我有特别跟在座当时的议会的教育委员会的 所有的议员们说 那一瞬间我非常骄傲 我说这次是台北 我们把台湾最好的表演艺术的流行音乐的工作者 能够挖到市府的 台北市政府的两个行政法人来工作 然后这两个行政法人就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展现出非常亮丽的成绩 这是一个台北人的骄傲 今年的节目扣合世界人类最关心的环境主题 精选20档节目 包括2019威尼斯双年展金奖得主 巡演全球都一票难求的太阳与海亚洲首演 还有用音乐与植物沟通的给植物的音乐会 以及删出全新创作从音乐舞蹈戏剧等不同形式呈现人与万物的共生关系 荣获2019年威尼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盛会 威尼斯双年展当年疫情前的那一年的一个 给全世界的重要的警示的一件金师奖得奖作品 太阳与海来自于立陶宛的艺术家团队 这件作品它启动了当代的全球的表演艺术跟视觉艺术 怎么样在一个高度跨界交织能量之下 邀请观众一起来思考气候变迁跟环境生态的问题 而这一座人造沙滩邀请观众来到上帝视角的空间 由上往下看人间的悲喜剧 人类在沙滩上的修行行为 怎么样和从私我们跟环境的关系 这件作品呢 这一个由上往下看的结构 也是第一次我们会打开北中心的蓝盒子的阳台区 让大家往下看人造沙滩 再来同样是海洋的思考 在台湾这个岛国里面 我们常常自嘲说我们比较熟海鲜 但我们不熟海洋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作品的邀请之下 陈玉典和剧场导演陈玉典 和竹编装置艺术家范成忠联联 联手跨界第一次合作 要在北一中心的球剧场呈现龙虾的球身运动 而龙虾的一生如何跟我们 其实是海平面上我们其实实习相关呢 欢迎大家到时候一定来剧场一起脱壳 第二十五届台北艺术节 将于8月5号到10月1号登场 票券于5月18号全面启售 欢迎民众购票欣赏 在后疫情时代用艺术感受新人类的全新风貌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内 有一条贯穿剧场设备空间及制作空间的通道 也许可以从回路窗户一窥神秘的剧场后台 还能在路途中与表演者不期而遇 这些日常被隐藏起来的后台风光 精彩程度不输台上表演 这栋建筑是欧马的建筑事务所 然后Rain Cross 然后还有David 就是一同共同设计的 所以在原始的设计规划段落 其实欧马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他认为公共建筑应该要保持一定程度 对民众的开放性 那这个开放性会展现在北异的建筑特色上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参观回路 所以蛮推荐就是民众不论是国内的 然后或者是国外的旅客来到北异的话 一定要走这条参观回路 因为它是一条单独的动线 可以经过三个剧院的后台 那一般的游客可以在不干扰 演出团队的情况底下 理解剧院怎么运作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我认为在建筑设计上面开放性的一个 非常突破性的一个做法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整栋建筑 其实有三面都是用S型玻璃 那个去围绕 所以一般的观众或游客 其实在路过这栋建筑的时候 你可以隐约的看到 在剧院内部的活动状况 我们很多朋友其实会在 大捷运经过的时候 会看到北异的11楼的排练室 他会看到今天可能有团队在里面排戏 那这个隐约看见的这个关系 其实会引发一般民众的好奇 让他更靠近这个剧场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建筑设计上 其实很有特色的部分 那再来第三个特色就是 其实他把三个剧院 从地面层往上抬升 分别安排在四楼到七楼 那抬升之后 预留一楼的户外广场空间 会变成一个非常自然可以遮映 乘凉或夺避雨的地方 那大家因为这个地方可以乘凉 然后稍微可以坐一下 所以他也会很自然的靠近 所以基于这样三个设计上面的 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 其实可以吸引民众 就是更靠近剧院 那其实很欢迎大家 就是尽量利用空闲的时间 来北宜中心走一楼逛一逛 北宜中心力求各种形式的创新 挑起观众对艺术的好奇心 这里隐身一座超级大剧院 平时不会看到 但需要时会结合两个空间 变成一个超大剧场 可容纳一架波音747 超级大剧院是怎么形成的 各位你这张图片看的很仔细 你看这个蓝盒子在这 然后是500到800个棋位 然后的话你看超级大剧院 1500个棋位 基本上它的舞台在这里 大剧院舞台在这里 然后蓝盒子舞台在这里 我们把它打开了之后的话 这中间有躲着隔音墙 隔音墙然后再抠去整 打开了之后 这整个的长度 是可以容纳一架波音747 当然你要把那个就是翅膀给拿掉 你看可以这样 这是非常长 所以它整个就是可以容纳两千三百个棋 所以我们把它做到超级大剧院 是这样的 若你支持开放性 喜欢不同的刺激 北一中心的建筑 处处都可以让你感到精细 高楼层的排练是 你也许在搭捷运 就可以看到表演者的排练 拉近你与艺术的距离 你也看得到它里面都是粉红色的 有没有 第一道就是在 在普遗中心 就是说可以就是说 有三家隐层里面 已经非常清楚 不准问题 搬个台电室 我们是在地下室 就是在这种人 但是我们的台电室 是在十一楼 如果你们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当他们把这个叉联拉开的时候 在密列框里面在做隐层 隐层完了 他们休息的时候 把那叉联拉开 他们可以重建千里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日子 还有这十一楼的地方的那个 那个view是不错的 然后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来把这个叉联给拉开 除外在我们前方那个玻璃 就是所谓的叫做S型玻璃 S型玻璃 对待会的话 我们到二楼的时候 可以看得更大片 小星密逝在一次元宇宙中 进入北翼 你会发现建筑师雷莫 库哈斯透过灵活多变的空间 企图打造每处 皆充满想象空间 走过这个前面之后 我们就是呢 搭着就是下行的 就是手扶梯的话呢 就回到二楼 这整个手扶梯 搭成的时间是五十七秒钟 如果你可以稍微体会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这一个 这个有点像是 意志源的这个宇宙里面 那待会呢 下到二楼的话 那我给你感觉好像 你会拿到一楼的鞋 接下来北医中心 会有连串活动开炮 包括儿童艺术节 台北艺术节 都会在这儿有精彩演出 欢迎民众来此参加艺术活动 那台北儿童艺术节 我们会锁定在台北市地区的 亲子类型的家长或观众朋友 那你们可以带小朋友 到剧院里面看售票的演出 或者是我们在户外的空间 也会有很多的免费演出的活动 可以参与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七月份 会有一个一系列的儿童节的活动 那欢迎大家参加 那另外八月份跟九月份 会有台北艺术节 那今年是用 邀请凌人钟策展人 来帮我们做节目的规划 那总共会有十四档的国内 跟国外的节目 都会在北艺中心发生 北艺中心还有一些 令人会心以笑的设计 一楼户外广场 至室内的黑白相间线条 只要跟着内缩的轴心 就能知道入口方向 厕所的小人物会有尿急的表情 形塑艺术融入生活的氛围 记者问郡银银品艺台北报道 一看到火车头 小朋友就迫不及待地往上爬 手脚并用地经过空中倾斜的车厢后 在溜下旋转式滑梯 直说超好玩 很想玩 我觉得溜滑梯溜下来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很好玩 喜欢这里吗 喜欢 这一处让小朋友玩疯了的儿童游戏场 就是位于南港车站前的南兴公园 在当地南港里里长李志锦 与市议员却梅沙共同争取下 进行大改造 以火车作为主题发想 设计三节由低到高的车厢 透过攀爬架与绳索钻笼连结 再衔接不同长度的溜滑梯 其中这一座倾斜式的飞天火车 最为吸睛 南兴公园在 其实在六年前 也是由我们李办公处进行一个大改造 把他南兴公园做一个无缝的接轨 但是发现当时的游戏区就是比较旧式 然后孩子的参与性并不是那么的热络 那我们台北市政府公园处 一直有在推个邻里的一个 异象造型的共农式游戏 那李办公处这边就委托 我们的港务区议员 却梅沙却一座 然后在此做一个现场的会刊 然后由公园处来争取 争取一个共农式的这种诱惧 当时我们跟共农处同仁 就有开过了几次的一个会议 就做一个讨论 当然南兴公园位置 就在我们台北市南港区的南港车站前 如果做这个有火车的主题做个意向 做个发想 做一个设置的话 会更能够凸显出我们南港的一个 一个氛围出来 当时我们讨论坐车飞天行 其实我们是仿造我们台铁的普悠玛 普悠玛有倾斜式的车厢的一个 这个原意的概念 然后其实看到是里面是倾斜的 我们里面设置是平面的 让孩子们能够这样子 行经节由穿越 穿越隧道那个概念 然后由油锯这样子滑下来 加上一旁的荡鞦韆 南兴公园成为家长 遛小孩的最佳场所 甚至吸引了外地家长前来朝圣 特别带小朋友来体验 我觉得那个网子的部分 蛮有挑战性的小孩子来讲 还有这个设计来讲 我觉得他们也玩得很高兴 跟一般就是外面的比较不一样 一般对 就是它的造型 设计比较好 对 他小朋友比较好 应该还不错 除了超酷的儿童游戏场 改造后的南兴公园 还规划有展演舞台区 及体式人设施 让民众在三铁共购 通勤人群西来狼网的南港车站前 能悠闲享受都市里难得的一方绿地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黑尾有预兰表示 玩具枪改造是造成治安败坏的大问题 根据警政署统计 107年到111年间 查获非法枪支的数量是稳定下滑的 但根据警政统计周报 国内的持枪刑案非但没有减少 在109年之后逐渐增加 近期非法枪支及改造枪 对于诸多犯罪类型结合 让警察疲于奔命 严重更威胁国内治安 根据他的警政统计周报 国内的持枪刑案非但没有减少 在109年之后反而逐渐增加 那进行非法枪支跟改造枪 更与诸多犯罪类型结合 让警察平民分泌 更严重威胁国内治安 而警政署的统计之中 查过由模拟枪改造的非法枪 已经在大概是六成 模拟枪不是玩具枪 我这一次所带来的 不管是长枪或者是手枪 都是台湾厂商做的玩具枪 是供出口只供外销使用 因为根据统计世界的玩具枪之中 有百分之六十才治理台湾 部分业者其实台湾的玩具枪的品质都好 美国西点军校或瑞士的警方 他们会跟我们的玩具枪业者来进行训练合作 其实我之所以开始是接触台湾的玩具枪 中马民国玩具枪协会 最主要是我们看到现在台海兵凶战围 此时此刻正有美国的军火商人在台湾 想要卖给我们二流三流或五入流的武器 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 很好的这些玩具枪业者 也可以来协助比如说进行全民国防教育 过去黑枪也好红枪也好 其实要进口进来非常不容易 改造枪支一千三百一十块就可以买得到 弹壳两千八百块都可以买得到 三千六百块也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东西 而且还有售后服务 所以这个是造成人民生于恐慌当中的状态 民进党政府不用心 与不上心 只会在第一现场批评 今年二月份中正大学 有针对于治安方法司法做一份民调 国人对于警察维护治安到目前为止 有73.1的满意度 但是对于国家的整体治安满意度 从过去2019年的66.5% 下降到今年二月份只剩下39.6% 这个就是现在国人对于治安败坏 整体有忧虑忧心的状况 由玉兰指出政府应针对非法枪支子弹 及非法改造业者加强查气 不能任由非法改造业者及枪支在国内流窜 对国内玩具枪业者应积极的管理辅导 代替禁止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接木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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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海苔肉松结合卡拉脆机 推出中西混搭复古咸香风味 这时再沾上松露起司酱 美味瞬间升级 有业者在母亲节推出新品松露起司锅加价构 购买指定套餐加价就可以享有这满满浓郁爆表的起司酱 无论是沾炸鸡或是薯条鸡块都非常适合 所以我今天就来选择这个松露起司锅 想要买回去给妈妈一个惊喜 因为这平常也不常见 可能就是它有一个专用的桃锅 蛮可爱也蛮吸睛的 然后加上松露味就是会有满满的高级感 我觉得还蛮适合这个母亲节来孝敬一下妈妈 这次肯德基有预购会员的话 就可以筹精华酒店的精致套房的卷 然后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 就是除了孝敬妈妈的同时 同时也多了一个机会 让妈妈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母亲节的话一定就是要带妈妈去吃大餐 然后准备很丰盛的礼物给她 或者是一束鲜花 那当然最美味的东西大餐一定少不了 那这一次除了就是有送鲜花和礼物以外 我订了肯德基的松露起司锅 因为妈妈其实平常蛮喜欢吃松露和起司 那这次想用一个这样特别的一个锅 搭配这样肉松的炸鸡 然后让它有一个不一样的风味 不一样的体验 母亲节犒赏母亲大人 许多子女会选择带家长去吃顿好料 不过也有民众喜欢订餐在家开party 方便又不用周车老顿 在家也能吃出满满高级仪式感 因为我们家平常都是也是肉松 会配喜欢吃当早餐什么的 所以一家人都很喜欢吃肉松 那这次刚好有出这样子的炸鸡口味 那我自己试过之后非常喜欢 那加上妈妈本来就很爱送鸡丝 所以这一次这样子联手搭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马上给它在APP上预购 而且好像这次预购还可以抽那个猪猪卷 所以就觉得非常特别 其实它一个套餐里面应该是八块炸鸡 没错 其实是可以像我们家是算大家庭 会有七到八个人 大家一起这样吃一个套餐是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像刚刚你说的就是常常订餐都订不到餐厅 就是可能就会变成又在家里简单吃 所以这次可以这样做一个提前预购 然后就在家里享受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就是非常方便 然后也非常及时 可以给妈妈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松露味比想象中还浓郁 然后这个起司量其实也满足的 然后它薯条鸡块炸鸡都可以沾 我觉得比想象中还要更香浓 然后甚至跟蛋塔什么的也一起的蛮搭的 你推出这个松露起司锅有预先预购的活动 就让我们子女们可以把它优先带回家 孝敬妈妈 不会让妈妈轴车老顿到外面的餐厅 然后大家在家里面也会有满满的仪式感 然后让我们可以跟妈妈说一些心理话 然后在一年这个最重要的母亲节 让她开心一下 松露起司锅全台限量一万组 5月2号开放预购直到14号为止 让您在过母亲节时有多一项欢庆选择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带着小丑样貌的口罩 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 一群小丑们惊喜登场了 但你注意到了吗 其实这群小丑也都是长辈了 他们来自关怀小丑志工团 专门到各地安养院艺演娱乐长者 像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希望跟老人讲 你要睡得好 吃得好 你要动手 最重要心要动起来 心怎么动很简单 笑起来就好了 他是关怀小丑志工团的创办人黄世代 一位71岁的小丑 美国科技副总退休后回到台湾 他感慨在国外乐龄活动非常普遍 但台湾却没有人在做这样的活动 他决定之声扮起小丑志工 那自从我2013年第一场表演了之后 我继续下来就很多场 我碰到的困难就是 因为我一个人 其实有一次我到一个场地 是60个人的 所以我一个人从左跑到右 从前跑到后 这种跑动我就太辛苦了 所以我从2015年6月 我记得就开始培训小丑 2015年黄世代成立关怀小丑志工团 带领更多不老小丑 一起到安养院散播欢乐宅配爱 直到现在志工团已经成立7年 服务超过100多家老人机构 志工们的培训课程完全免费 黄世代希望参加者 都能释放出内心的快乐小丑 愿意跟着到老人机构娱乐长辈 也享受过程中奔放的自己 大家都问我说 老师我不会表演吗 我会不会笑吗 我说很简单 如果你还记得逗宝宝笑的话 你就可以逗宝宝笑 你只要把心打开 你除了你要动手之外 你要动你的心 心一打开动起来 笑容带在脸上之后 你整个这个想法就改变了 不一样的是 这群卖力演出的小丑 其实平均年龄已经65岁了 这群不老小丑的最大目的 就是希望看见长者们脸上灿烂的笑容 即使自己也年过半百 一样能用热情与活力感染台下的老人家 我是在科技公司 六年级公司 多过二十多年的专业经理人 那我是因为我的婆婆 重工失智 我就决定说 就是工作词调 这是专心的物文国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怕无恶意 那时候我就看到 大黄哥的报道 然后我就跟大黄哥 约在市场关子喝下午茶 我说一杯咖啡喝下去 从自己下不解之列 因为大黄哥在那一天的下午茶 他跟我说 他的梦想是 要带着一群志工去挨哪面一言 我们当小丑不是要表演 我们重点是 带着他们一起玩一起互动 带给他笑容 希望一个小时之内 让他们舒缓一下 他们的慎重的苦闷 痛苦 真正的小丑并不是要在我台上表演 是真的要带动 满养人需要的 长辈需要的活动 我希望说我可以 不管活到哪一天 我都是能够去做 服务别人的开开心心的小丑 其实我是90岁的小丑 也许我可以带动 比我年轻的 或是比我年纪大的 就算是在每一场一演结束后 志工们仍然意犹未尽 他们聚在一起 分享演出后 收获的喜悦与感动 其实很内修 还像的 对对对 我以前没有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很压抑自己会这么 虽然没有那么开 但是也这样子啊 也是一种突破 对对对对 我现在非常愿意来就是关怀长辈 就是陪伴另外一个自己 因为我们都会老 其实我觉得要慢慢一步步来 因为有时候会投射 会反射 如果我是他我怎么办 可是当你一次一次的陪伴之后 累积起来你就会发觉是说 很开心你可以陪伴他这一个小时 关怀小丑制工团成立到现在的一大转变 就是从农妆小丑变成小丑口罩 以及红鼻子替代 他们想表达的是与世俗小丑不同 他们代表着温暖与陪伴 我们最大的一个改编是我们有自己的logo 也画在我们的口罩上面 那你可以从眼睛 眼睛看出来的世界不一样充满爱 充满正能量 然后小丑的红鼻子是一定要的 嘴角的部分 我们强调的是会心一笑 让人家看了就很舒服的微笑 而不是狂笑大笑 漫长与苦闷 亦是许多人心中老化的代名词 但谁说老了就伴随着孤独 无法拥有快乐呢 面对老去 人总是会老的 把日子每天的概奏事情做好 然后每天的目标 把东西学得好好的 然后这些目标完成之后有成就感 所以增加你心上的健康愉快 每天的日子如果能够在每四人事之前 努力把它做好 宽宽而做好 这就老去最需要的态度 七位跨党派议员合体召开记者会 要替地方议会助理争取合理的薪资待遇 民众党团总召黄敬寅表示 受限中央法令 导致地方助理加班费预算 编了也得脚裤 民众党议员张志豪也认为 助理工作辛苦 薪资却无法获得合理保障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地方名义代表 费用给付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的 补助条例第六条 目前只有针对议会的这个 公费助理的人数跟补助的总额 来订定规范 但是对于加班费或者是劳健保费用 其实并没有明文的规范 所以就会让这个费用产生了一些模糊地带 或者是解释空间等等的 那因为中央法令的限制 也导致现在地方议会的这个助理的加班费啊 或者是这些相关的预算 就算编了 但最后还是一样要脚裤 因为没有法源的依据哦 那这个就让我们开始反省说 其实在这个劳动节前夕哦 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助理啊 还有我们办公室的好伙伴们 大家都为了这个地方上的事物 不管是会刊等等 刮风下雨 其实都在外面这个跑活动啊 跑会刊 所以其实当然助理的工作 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其实从2000年到现在议会的 议员的助理费 已经23年没有调整了 但这中间大家如果回想一下的话 其实经过了这个公教人员的五次调整 那另外呢其实这个劳工的最低薪资 其实也经历了15次的公告来做调整 所以对于议会助理的权利 我们相信应该要多给予一些保障 那也希望可以给这些助理费用们 大家可以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不过这当然需要地方来做倡议 然后也需要中央一起来协助 我们很热忱的为我们的民众来做一个服务 但是我们的助理如果在收入 难以达到平衡的话 他们要如何的认真的 在无后顾之余的状态之下 来为大家服务 光靠燃烧他们自己的热情 来服务民众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是一个长久之计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呼吁 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正视这个事情 及早把助理费调至合理的标准 并且给予我们应该要给的加班费用 民众党议员林真宇表示 两年前就在立法院发起跨党派 为助理请命记者会 没想到两年后一样没有下文 而民众党团干事长陈又成则认为 23年薪资动涨是非常调诡且扭曲的劳工环境 23年动涨的状态 在1997年的时候 我们的基本工资 1997年 基本工资是15846元 然后在2023年 目前的基本薪资已经调到了26400元 在这20年来 我们的基本工资已经调涨了67% 调涨了67%的状态下 难道议员的助理就不是人吗 不是台湾的劳工基础吗 当我们拿着我们市议员民意代表的精神 去监督所有的劳方 都要符合劳资法的同时 为什么我们却是让我们的助理 没有办法享受所谓的劳工保障 劳工保障你不给他 你却要用公职人员的法律 框架所有的助理 这合理吗 这叫不合情理 更不切实际 如果今天国会的议员 他可以由他的老板来去认定 他们的加班事实 为什么台北市议会会出现 所谓的查核不易呢 这个是不合情理的啊 我们只要求公平对待 23年前我跟黄珊珊 当时时任的议员也是第一届 走到这一栋的时候 跟现在24年后我现在当任议员 大家想象得到吗 薪水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给助理的福利待遇一模一样 而且24年前到现在 没有加班费 没有超时工作的补偿 也更没有合理的劳健保的这些保障 所以这是非常的调诡 跟扭曲的一个劳工环境 我们也不得不跟我们的助理 说声很不好意思 也加上刚刚所有我们在座 年轻的这个不分蓝绿的议员 如果有这个知知知名 或者我们比较有良心 都得拿自己的薪水出来垫 这也是个问题 这笔钱其实过去的地方的议会 首长包括柯文哲都有编列 但是中央不给钱 所以这样子扭曲跟霸凌我们地方 议员助理的这个现况 我认为我们也不是自肥 只是认为台北市议会不该带头违法 我们也希望说在即将到来的 五议劳动节 中央跟地方 还有包括我们台北市政府 能够带头来港 会做相关法令的修改跟争取 不要让我们明年的劳动节 还是在做一样的呼吁跟诉求 民进党议员赵宜祥则认为 议员被赋予的任务 是审查上千亿的预算 却连基本的加班费 查核都不被信任 而新党议员侯汉廷则表示 因查核不易 就无法给予基本薪资保障 简直是因噎废食 而国民党议员杨子斗则强调 要让助理有安全感 能稳健生活以及有所保障 其实主要过去 我觉得是卡在两个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 简单说就是这个 无论是立法院 或者是相关的主管机关 认为说这个议会 不信任议会所这个 报的这个加班费 就是说这个加班费 怕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查核 等等等等 我很好奇就是说 这个我们被赋予的任务 是要审查整个台北市 破千亿的预算 然后对于说基本的 这个加班费的一个 查核跟核爆 我们竟然没有获得 这方面的一个信任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疑惑的 但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我们会常听到 就是说怕会有议员 因为过去的关系 所以会把这个 所谓的加班费 或者是加薪的部分 是徒利自己 我想这个 不能因为有少数的一个状况 就惩处多数的人 那如果确实有 这个少数的状况 我也希望说中央 可以积极透过修法 或积极透过其他办法 去遏止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我们主张最基本的 议员的助理 应该要比照 立法委员的助理 有定期的调薪 以及编列合理的加班费 等相关预算 现况下 没有办法给予加班费 多数有有良心的议员 自掏腰包 那即便如此 那仍然是在法规的层次上 在整体应燃的层次上 等于是全台湾的各个议会机关 公然违反劳基法 光明正大的违反劳基法 因为没编列就是没编列 不会给就是不会给 当议员还有劳动局长 我们在议会咨询 探讨所谓劳工权益的时候 但议会的助理却是违反劳基法 而且呢就是实质上 劳工权益被践踏的一群人 何其矛盾 年轻人有个基本的温饱 以及这个 不管是申签管道也好 发薪水或是加班费 都很合理 而且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有安全感 以及稳健的这个生活的保障 长大比较不会变坏 所以我们让助理有加班费 我们让助理有基本的薪资 可以上涨 长大之后可以避免成为 这个海外洗钱的二职明代 或者购买情趣娃娃的 这个贪官无力 对市民跟我们助理 应该是双赢 所以绝对要支持这份提案 对此劳动局 劳动基准科科长叶思言表示 过去陈行文制内政部 未得到正面回应 而后续劳动局将再次 含循内政部 那其实这个议题 在108年的时候 我们也有两度协助 台北市议会 正式行文给内政部 针对希望说针对 包括因为我们像工费助理的部分 其实助理人员也 常常在外面外情 刚刚议员都有提到 就是会刊 很容易发生职业灾害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增加这样子的一个 补助的项目 包括加班费也好 资遣费也好 或者是职业灾害的 这些补偿的费用也好 但是就是都被这个内政部 这是雇主则认为 拒绝去变更他们这个条例的一个修法 这边后续如果说也需要 这个局内来协助再次寒寻 请示 这个我们也都是愿意来做协助跟帮忙 也是乐见启程 记者会上议员们也表达诉求 呼吁中央修法调高助理人数 从原定直辖市6到8人 县市2到4人 分别增加上限至10人及5人 并调整工费助理薪资上限 直辖市及县市议员 每人每月分别增加为32万及16万元 重视地方议会助理权益 合理薪资待遇才能留住人才 提升问证品质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因应光电发展在地方上的争议 立委郭国文 洪生和共同举办记者会 要求中央应定定清楚的管理原则 加强纳管 以台南七股争议的经验 过去回应地方诉求 提出由中央到地方设立工作站做法 获得不错的成效 但在光电设置越发普及下 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前端应应 拟定相关纳管机制 那上次公庭会当中我们提出一些 由中央派出到地方 成立工作站的做法 某程度也发挥一定程度的成效 但是这样的成效是不是能够在末端处理之外 而能够在前端里头来做应应 那前端里头做应应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纳管的这个可能性 在地方上我们所有的观察的一个过程当中 地方民众对于这个太阳能光电 或雨电共生的这一个疑虑 日渐升高 那之所以升高的原因是 因为越设越普及的情况底下 政府某个程度也是追求KPI的一个目标的情况 而没有去注意到 所有基层民众的一个感受 一来它可能是冲击到生活的部分 仅仅社区过境 二来它可能是冲击到生产的部分 可能造成既有的一个生产作为的一个冲击跟破坏 三来它可能会对生态可能造成 威胁或影响 而引起诸多环保人士的一个疑虑 那这些现象当中 在过往中央单位 作为一个土地提供者的一个相关机关当中 只是在作为一种书面上的审查 以大潮国为例来说 当初谷歌财产署 发给所谓的开发许可的情况底下 是连现场的状况是毫无所知的情况 只有单纯从书面的审查 就给予开发许可 也造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冲突跟来源 那同样的类似的能源问题 台塘的这一个土地的提供者 也曾经有发生过类似诸如的现象 因此我们是希望中央能够 领定一个纳管的一个机制 从一个纳管的机制来说 来避免日后可能会造成所谓的生产 生活生态的冲击的部分 所引发的一个社会争议 我知道不管是从渔民的角度来说 不管对于太阳光电厂商来说 都还有一个困扰 就是地方的养殖事实到现在 都还没有办法被清楚地厘清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不管是从渔民的团体 从地方的团体 从养殖 从这个相关的厂商 他们都非常非常需要 我们的政府大力地把养殖事实厘清 为什么养殖事实厘清重要 因为当养殖事实厘清以后 你的相关的权利义务人才会清楚 权利义务人才会清楚 所以每个人该有什么权利 在这一个秩序里面 该有什么权利才会清楚 当今天连养殖事实的认定 都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很难去界定权利义务人 不管是对渔民的角度来说 不管是对厂商的角度 都是很大的相关的困扰 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说 我认为这绝对是行政端 就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从2019通过了公府法之后 其实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力气 去查这些违章工厂 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要用 查违章工厂 确认事实的方法 来去确认养殖事实 对养殖事实的认定的确认 只有把养殖事实的确认 给确定下来 我们才有可能真的进入到 好好的管理的阶段 今天只要这一端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坐扎实的话 我认为你要谈后面的管理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 编列充足的人力预算 该把养殖事实 包括相关的科学标准 损害科学标准的认定 都应该建立起来 这个是管理最重要的基础 雨电供生案件的养殖事实 是由地方政府负责认定 未来会结合科学技术 监测包括水质 荣养及产量等状况 强化管理 经济部也将与农委会合作 由政府作为土地整合的发动者 透过公开临选 选出能回应地方需求的厂商 现在法规是规定 地方政府要去看 有没有养殖的事实 怕我们真重 真重电 假养殖的事情发生 这种的东西 你不可能说 地方政府 那个社区 他去做 可能一年 一百两百 这样 这是不够 那现在我们也 跟那个洪委员 跟郭委员这边 应该有这样说 我们回去就马上就用 那个水厕所的 在台西 他现在有一些 建筑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规模 先用连线的方式 就是说 你吃鱼的时候 里面要 不管是水质 PH或是农氧 或是那个酸碱度 这里本来就都有一些 主动的这种监测 那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再去推广 那大概在这边 洪委员也认为说 那个应该在经费上 还要去益助一点 就是类似我们 像我们海洋一夜的 日准 现在就是有 有一个监控的一个系统 你船到哪里的时候 大概都知道 那你捕捞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 那个移货 或是一夜种类 这都主动的 你做这个管理 要用这个同样 以后的发展就是说 在管理上 如果你把那一些的 那个感应的 那个水质监测 或是还没有谈到 那个所谓厂的监测 这都没什么问题 只要你那个一离开的话 比如说你一天或半天 你如果离开 那就OK 但是你如果那个系统 那个信号没有进来 就是说水质 你如果潮过整天的时候 就表示说你苦苦了 你现在已经是有疑惑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科技的一个研究 现在是我们是请 那个也是 当时也是做我们的 那个遗传的监控系统 的海大的一些老师 你做这个那样的 那今年大概是有一个 一个计划 先以水释手的这个 几家的那个进驻在台西 或是那个台南的这一部分 都可以连线 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未来再来考虑的方向 会有两个 一个我们刚刚讲的 说游夏尔上 如果有养鞋或鱼鞋这边 他们可以整合好的时候 由他们当主体 那我们去媒介 优良的光点业者 让他们当主体 这是一种游夏尔上 由地主或是渔民 自己来做的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个是 我们由上而下来做规划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 渔电工程专区 总编辑大概花了 花了大概 将近有两万公顷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 大概有很大的量 那有些已经开发 有些还没开发 那我们想说第一步 大概我们会跟农委会合作 在当地去 收集民意之后 民意这边如果 针对这些还没有被利用的 专区范围内 他们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 共同往前走的 改变过去 由他们自行来整合土地的做法 我们打算用 临选的方式 临选出 比较可以跟当地 共农 共存的这些好的厂商来做 那临选里面当然合法合规 这只是基本要求 我们要求他要跟当地的结合这边 包括刚刚有提到的 牧林的方式 回馈的措施 可以改善渔村经济的等等这些 透过临选的时候 把这个好的厂商 愿意跟在地结合一起 共同发展的这厂商选出来之后 由他再去做整合土地 那后面当然这些做法 就会有一些配套 临选出来的 我们大概会让他 在我们的这一些台电的亏限上 我们大概就会做一些管理的动作 洪生案指出 县已有部分不效业者 用炒作土地或降低成本方式 违法或游走在法律边缘 经济部及农委会应承担责任 研议纳管机制 介入鱼电共生所需土地 及鱼温之空间整合 并确保鱼电共生收益 能由渝民和社区健康共享 记者问讯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阿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 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记者会现场小朋友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 基隆市政府首度攜手国际知名的旅游平台 AGODA将在6月1号正式上架搭关巴限定由基隆的旅游专区 各地旅客透过订房平台订房就可以获得观光巴士优惠券 安排至少两天一夜的游城深度畅游基隆 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AGODA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旅游平台 那它的非常多的流量 我相信是基隆市未来绝对有机会可以获益的 所以我之前就拜访过AGODA在台北的台湾总公司 然后请益了很多对于台湾跟基隆未来的观光政策的一个发展 那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 今天这个只是第一步 但是我们首先先推出来 希望未来要来基隆住宿的旅客朋友 可以透过AGODA相信会得到好的选择 好的折扣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跟AGODA做更多更好的合作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合作里面 不仅是将市府这边规划的很多活动 我们能够带给国人带给更多国外的消费旅客 也希望透过AGODA这样的平台 去提供所有的来基隆玩的旅客 都有一个良好的住宿体验 希望能够把基隆的美好带给全世界 那我觉得基隆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是基隆 它就是台湾的缩小 这里有海有山 所以这一些的这种自然的资源 反而我觉得是可以吸引很多国外的观光旅客他来 他不仅仅是看这种既有的建筑 他也能够真的去体会一些这种不同的自然风光 而且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有有山有海的各种面向 在这个联名合作的记者会当中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强调行人友善的重要性 他认为一个对行人友善的城市 才是旅游观光的重要元素 所以他才会想要打造基隆 成为全台路口最友善的城市 而对于交通部长王国才将推动行人专用实项 市长谢国良也表达支持 我非常支持交通部要来把行人友善这个政策更落实 更减少伤亡 那每一个政策都有一体两面 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 我们基隆市也正在研拟 未来跟交通部交通处研究好了后也会推出 就是行人在专用的时间 只有行人能走的一个时段 是不是每个路口都适合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 但是我们肯定交通部的用心 是希望把行人的环境要打造得更好 这个跟我一上任以来就不断强调的 一定要做好行人友善 要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我们现在是非常努力在做 而且基隆现在也有不错的成效 反而现在是其他县市要来追赶基隆目前的一个 我们已经推广的一个绩效 但就如同我讲的这个地方首长的决心 跟他愿意把这些政策执行到底的这个企图性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基隆旅馆工会代表也共同参与了这场记者会 也感谢市府攜手知名的旅游平台 让基隆的旅宿观光产业与世界接轨 欢迎各地游客的到来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